那么手呢是这样 手你比较修长的人都是好看的 凡是这种修长的 都比这种胖的相对来说都好看 所以手过于胖的人呢 特别忌讳带更多的手势 我看有的人一出手 手势上全是各种手势 而且各种颜色混杂 各种高档手势全在一起相冲 这种其实是不好的 根据自个的手型 挑一两款手势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你手上有一个戒指 再戴一个镯子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我们现在的人呢 特别注重的就是镯和这个戒指 为什么注重这个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人 基本上经常穿长袖衣 穿短袖衣的机会很少 穿无袖的现在倒是挺多的了 但是呢我们已经形成了 穿长袖衣的一种习俗 所以呢对大臂的装饰 几乎就没了 给忘却了 由于宋代以后啊 成诸礼学的兴起呢 就是这个妇女要注重自个儿的仪表 所以不能经常的随便露肉 你知道上臂比下臂吸引人 尤其女性 女性的上臂是有极强诱惑的 下臂的诱惑是低的 所以衣服呢穿上以后啊 我说过长袖比短袖 这个性感就这个意思 因为你看不见 她就可以去想象 所以过去的女子啊 女子稍微富态一点的 现在是当然讲究骨感 讲究这个减肥 过去的这个 你们俩不会打架吧 你看她这个样子 一副不友好的样子 还行 还行 行了啊 表现要好一点 不要搅了我们的局 这个女子啊 女子的过去 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 都应该有一点这个脂肪 要胖一点 为什么 身体好 过去说又牛胖了 是一个 这个对人家是一个公伟 今天你要说英雄胖了 基本是对对方一挖苦 所以我特别愿意人见我 说牛瘦了 其实我没瘦 我就衣服瘦了 那么上臂的好处 我们可以让你们看一看 看下一件文物 你就知道这上臂有什么好处 上臂在这个 越远古越装饰上臂啊 我们看看上臂的装饰 我拿一个东西看 本来想拿一个纯金的 再拿一纯金的就恶俗了 所以我给你拿一个少数民族的 这是一个臂串 这个我能戴 因为我这胳膊不算太粗 我能戴 我要是施瓦辛格 我就戴不进去了 让你们感觉一下 这是广西 云南那边 少数民族 这是一个双头蛇 这蛇还是个毒蛇 三脚头嘛 副蛇它是三脚头嘛 这东西啊 戴着时候 我自个儿有个感觉啊 因为我这还有点肌肉 我不是骨瘦如柴啊 所以这东西能挂在这个肉上 它有弹性 挂住了 你们感觉怎么样 你们感觉是不是很神奇 戴我身上一点都不好 如果是个女的啊 如果它有有圆润的这个上臂 戴上几后非常吸引人 这个蛇身是可以这个调节的 那么这种双头的蛇啊 属蛇的人真应该买一个 这种碧串 有很多种 这个这是 这种是野性十足的 你们注意看啊 很多佛像 很多佛像 注意看藏传佛教的佛像呢 小城佛像的佛教的佛像呢 有很多都带有碧串 那么比较多的碧串呢 是成螺圈状的 就像弹簧似的 这一大多都全是 这种呢 我们博物馆里有展品 今天没拿出来 是因为这个镯子是纯金的 你再拿个纯金的 有点炫富的嫌疑 那么你可以到博物馆里 去看那个碧串 那个碧串呢 就是非常神奇 是弹簧状的 装的上面 你可以想见 它有多么诱惑人 我们的审美啊 从人到物呢 都是不停地转换的 在唐以前 上帝的装饰 非常的讲究 对上帝 以对下帝重视 男的戴个手表 女的戴个手镯 要不就戴几个猪串 天天的一嘟嘟猪串 所以呢 这个今天的人 就已经把我们古老的 一个装饰传统给忘了 将来我们恢复 我们做一些这种 可以大家可以买的这种 比如比较便宜的 你不是金 银是不是很贵 你买了以后呢 可以自己装饰一下 感受一下古人之美 我们这个手啊 手是这样啊 手的保养 这个 其实也不需要保养 我这手天生丽质 你看啥毛 我到这岁数 手上不长任何东西 有人到岁数大了 就去长老年班什么的 也许我还没到老年 就是手的保养 手的这个保养呢 当然说要 要 要 擦油啊什么之类的 我也从来不擦油 也想不起擦油这事啊 他就是 很多人是天生的 但是有一点 如果你有重的体力劳动 世外更多 那你手很难保护的很好 古人过去说啊 这个男子手如棉啊 就是男子手是软的 女子手如柴 女子不能手上一嘟了肉 这都叫无财便有财 就是说你肯定要发财 那么手呢 有纹理 手心的这种纹理啊 是你终身的 你生下来就这样 过去的人为什么要看你手相呢 就是拿你这手相跟你说事 手相呢 这个我也会看 有机会 你给你讲讲怎么看手相 要不然就是看面相 看面相 那面相和手相 有点不一样的啊 手相是终身不变 你生下来就这样 你的指纹不会变吧 这个掌纹也不会变 但你脸的面目会变 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嘛 四十岁以前 你的面相是爹妈的 四十岁以后 你的面相就是你自己的 你的修行 这个脸相有什么 这个 脸相能有什么作用呢 我告诉你 这个看脸啊 今天不是说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吗 其实不是今天是个看脸的时代 过去就是 我们家啊 过去那胡同头 一到夏天啊 就卖西瓜 西瓜那时候过去夏天 西瓜都是在路边卖 堆一西瓜山 然后一老头 摘胡子 长得特斯文 然后负责挑瓜 他说大爷给挑一瓜 大爷啪啪啪 啪啪啪 来挑一瓜 得你一上乘一腰 你特高线 你交了钱就走了 因为在我们家胡同头啊 我就跟老头没事闲着聊天啊 我说大爷 您这挑瓜技术能交给我吗 大爷说我没技术 我说真的没技术 您不是天天给这个挑瓜吗 所以大爷说啊 我啊 就是长得像有技术的人 就我这脸就适合来挑瓜 因为人家不信这个瓜摊的这小伙子的 小伙子怎么挑 他都不信 他信这大爷 他为什么信大爷呢 大爷有年纪 长得先锋道骨 一脸诚实之相 所以大家就认为这大爷 理所应当的就会挑瓜 就是卖的就是这张脸 然后大爷尝了以后呢 也练出了一个挑瓜绝技 你说他不会挑吧 他会 最后他告诉我了 他说这技术其实挺简单的 小伙子我告诉你 这瓜怎么挑啊 你觉得瓜怎么挑吗 他说瓜就这么挑 就说你拍拍啊 第一个瓜一定不要给客人 再拍第二个 一定不要给客人 拍第三个时候 就拿起来给客人就行了 至于这瓜什么声怎么回事 你都不用管 你就永远拿第三个瓜给客人 客人就高兴 如果你第一个瓜拍拍说就这就行了 他肯定说 你怎么不给我认真挑一下 哎不行 一定拍第三个 所以他就是看脸吃饭 过去坏人坏相 好人好相 对不对 这个长相在今天呢 有很多地方是颠覆的 跟这个过去的认知不一样 过去好人就长得好 坏人就长得坏 所以在过去在观众心目中 每个人的长相决定了他演什么 我说过长得帅的人肯定说不成像上 长相上啊 你注意看这些相上演员 凡是有巨大成就的一定长得不行 你看我们的小月 他长得一样 那每个女的都说想捏他塞帮子去 他就长成那样 很可笑 我们这个东西方之间啊 这个在审美上有很多很多差异 它是由于我们的文化积累 和我们的先天条件决定的 比如我们认为男子怎样是美的 女子怎样是美的 跟西方是有差距的 你比如中国人都认为鼻梁子高 是吧 鼻梁子高 男性的鼻梁子一定要高 鼻子要高鼻梁好看 我们现代人看人美不美呢 上来就看脸 是吧 有个词叫颜值 那古代不是这样 古代呢 看脚使女人吧 要看脚 女人的脚是不让看的 除了那个每年一度的赛脚会 你能看 平时都不让你看 过去说笑不露齿 行不露足 就是这意思 每个人脚长得是不一样的 那么脚型大致分几种呢 国际通行的 它就分成三种 这三种很怪异 一个叫埃及脚 一个叫罗马脚 一个叫希腊脚 这埃及脚呢 就说您这五个脚趾头 用大脚趾头算 一个比一个矮 一个比一个短 一溜地点 学茬的就下来了 那么如果你从大脚趾头 往后数 一二三 一二三这三个脚趾头 基本上一边平呢 这就是罗马脚 罗马脚呢 据说中国人罗马脚比较多 罗马脚就是 你比如我们的 这个乐山大佛呀 灵山大佛 那佛族 基本上都属于这罗马脚 这脚还有一好处啊 它比较适合跳芭蕾 其他那个 您想想 埃及脚 一个大脚趾头在前头 您那跳芭蕾 等于钻洞 在地上钻洞 希腊脚啊 是这个 你到纽约去啊 看自由女神 古希腊各种雕塑 都是希腊脚 我去这个希腊 参观博物馆树 特别注重这个脚型 我看到这时候 我老琢磨 他为什么没中国脚啊 中国这么多人 他居然没有中国脚 咱们中国不是没脚啊 是因为中国古代的雕塑 全都穿着鞋的 那脚就给忽视了 中国人的文化 我们神秘的东方文化 这脚是不轻易 不能让你看的 不想那个西方人 这脚都抡圆了 让你看 所以你看埃及脚 这个希腊脚 罗马脚 都是从各地的雕塑中 就能看到 而中国脚你看不到 兵马俑 浑身都是铠甲 那脚肯定不能让你看 那我们就说 这个这种各种脚型 它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从科学的角度去看呢 这个埃及脚最适合体运动 所以你看看 比如刘翔 刘翔就是埃及脚 大脚趾的都是长 所以跑起那跨栏来 跑得比人快 那么我们知道的 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 就我们这一代人 都能看到的 这人叫什么 叫博尔特 那很多人都说 这博尔特能跑吧 他身体有什么奥秘呢 就专家就去研究他 发现他其实不是特适合跑步 他第一呢 有点平足 跑起来非常痛苦 因为这个有足弓啊 他就有弹性 有弹性呢 那相对来说呢 他不容易累 我记得我们 小时候啊 拉链 拉链就走路 走路呢 这个平足的人呢 就特别辛苦 特别累 有这个足弓的人呢 相对来说呢 就比较舒适 走起来就没那么累 你看我就不平足 所以我就比别人轻松 那么你看这个 这个博尔特啊 你看看他那双脚啊 一看那脚 我写过一篇博尔特 我说他那个成功 真不是白来的 他那脚看着就像 干重体力活 像七十岁以上老人的脚 严重的变形 他的足弓都塌陷了啊 就是因为他训练的强度非常大 这种训练都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我们都会觉得啊 这个人天赋很好啊 跑起来那么快 跟飞一样的 他跑得再快 如果他没有这种严格的体育训练 他一定不能成功 那么我们说了半天 就说你不是要说这脚美吗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美啊 手脚之美啊 那脚 什么样的脚最美呢 什么样的脚最美啊 古人是这么要求的啊 他要求女的啊 咱们先说女的 一会儿再说男的 首先这脚要小 脚太大不行 我见过那大脚的女的啊 我在这个香港啊 大夏天的 这女的啊 这和脚比起来 那脚是超级大大 他光是脚 那脚跟一大鱼盘子似的 给我吓的 我就看那脚就觉得这女的是女的嘛 这么大一脚啊 不美 所以古人说这脚丫子啊 女的脚丫子一定要小 脚踝要细 脚踝不能肿了 你崴一下肿了 那肯定不好看嘛 过去啊 有一个作家 你们现在年轻的都不知道 岁数大的一定知道 这作家叫汪曾祁 短篇小说之王 他写过一篇小说 在当年非常轰动啊 很短的一个短篇小说 叫兽戒 其中他有一段经典的描写 就是描写这个女孩子的脚 他说这女孩啊 跨着一篮子呢 一写啊 就回去了 在柔软 你知道鼻气是水生的啊 在柔软的田梗上 留下了一排脚印 那么明海就是受戒那小和尚 看着他的脚印傻了 说五个小小的指头 脚掌平平的 脚根细细的 脚弓的地方缺了一块 你看他说得很清楚 他不是平脚板 他是正常的脚 明海身上有一种 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感觉 他自个儿就觉得心里痒痒的 这一串美丽的小脚印 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这段描写啊 当年我的记忆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准确 把一个小和尚 看一个小女孩的脚丫子 把心里搞乱的这个过程 极为准确的文学描述 这是一种大家的表达 王生奇小说中这个表达 他为什么要去描述呢 王生奇先生啊 是这个 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呢 在中国的 现代文学史上 是非常有名的啊 我有机会 大家可以去 把这个小说找出来看看 这是他的代表作 那么你不要上去啊 你这好危险 你上 你上 你看 他上去了 你知道我老说 这猫不会坏东西啊 不会破坏东西 猫的动作非常轻 你看他上去了以后吧 这啥事没有 他不会碰那盒子 那盒子里有价值连成的文物 一会儿看 别着急 这个脚呢 刚才说要小 脚踝要细 还要什么呢 还要白 这白是中国人一个 特别的一个要求 中国人一直说 一白遮三丑 说你太黑不行 因为我们是黄种人 黄种人的那种腐败啊 我觉得特可人疼 不是因为我们自个儿是黄种人 就是我觉得那白种人 那白吧 如果稍微欠点血色就不好看 黄种人这白啊 有一种温暖 因为黄颜色本身就是暖色调嘛 所以古人说这脚还要白呢 还要软滑 软滑啊 软能理解啊 但是他也不能跟面似的来回掰也不行 就是他比较柔软 他的骨骼之间呢 你看手吧 你看多少他应该有一点弹性 滑呢是指皮肤 脚要长得好啊 有人脚天生容易长脚垫 你看修脚师傅 我见过那个在那个 这个足底那修脚的啊 我看着都吓人 扑一毛巾 师傅扑一毛巾 拿一飞块的刀 那女的还不是男的 那女的脚 拿刀子跟那个下血似的 一会儿泪一堆 我当时说 哟他那个脚上怎么能修出那么多东西 我说我也来修去吧 那师傅看着我脚啊 说你这脚没得修 没地儿修 没地儿修那就算了 那就甭挣这份钱了呗 过去啊 这个金庸 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呢 就写过 也写过脚 你看这大师们都跟这脚老过不去 来写 他写什么呢 写这个阿子的双足 其实他写这双足啊 跟这个 跟汪曾祺先生写那授戒一样 汪先生写那授戒呢 他主要是写这个脚印 对吧 五个脚指头 有足弓缺一块 他把这个脚印写得很神奇 因为他在那软软的田梗上走 留下了一串脚印 但是这个金庸写什么 说他光着双脚踩在地毯之上 直接就写这脚了 尤坦之一见他这双脚呢 就说哎呦 就心里就麻酥酥的啊 就觉得就猛烈的就跳动 就觉得哎呦 我这有点受不了 说他脚背上这肉 你看没有 他说透明一般 就是非常的 就是他写这质感 说隐隐的 还有几条青筋 他为什么要描写这青筋呢 你知道这人呢 你看我这也有 怎么一说人脚了 比划 你看我这也有一青筋 没有这青筋 就没有生命了 我们一说这个 文学大师啊 都在写这个描述 文学描述这些脚 这些脚都是健康的 你看这个 汪曾祺 写的这个脚印啊 这个金庸先生描写的 阿子的这脚 都是健康的脚 你知道中国人 对脚的迷恋啊 至少一千年 一千多年的时间 是不健康的 就是我们的三寸金粮 中国人在历史上 对脚的迷恋 这个是个说不清楚的事啊 就是说他为什么 把脚缠成一个 这个残疾状呢 过去古人认为 美不美全在这脚上 所以有这赛脚会 每年一度啊 最有名的是大同 山西大同的赛脚会 今天没了啊 那女的拿出来让你看 越小越好 三寸金粮 就这么大 那么 炼族癖啊 这个从 一般的文人 从帝王啊 都是从宋以后 五代以后开始有的 但是有人认为 唐代开始就有了 所以过去有一个 邪后语 叫臭婆娘的裹脚布啊 又臭又长嘛 从哪开始把这个三寸金粮 就定成了一个 一个审美标准呢 就南唐后读李玉啊 你看他这个 李玉呢 有一个妾啊 爱妾 他叫什么呢 叫咬娘 这咬这字 今天根本就不用啊 一个穴字 一个底下 一个眼目的目 我估计啊 这就是个深眼窝的意思 这字啊 这字 从字面上看 它像一个会议字 穴位嘛 穴 抠眼 就抠口眼 眼睛 深眼窝啊 我想我们深眼窝的 演员又谁呢 有那个 圆泉 圆泉的深眼窝 在女演员里 非常的 这个 有特点 你看我深眼窝嘛 我这不深眼窝 但是深眼窝的人 过去说 鹰鼻咬眼 鹰鼻 高鼻梁 鹰鼻子似的 咬眼 抠口着 眼睛呢 炯炯有神 那么 李玉啊 因为喜欢这个 这个咬娘呢 就给他 造了个莲花台子 就我们的三寸金帘 就这么来的 用这个各种宝物啊 丝带啊 就是把它装饰 然后把它脚缠起来 他本身 他这个脚呢 就应该比较小 所以把它 缠成了一种 心悦性 就是带弯的 带弯的 然后这个 这个脚呢 就站在这个莲花台上 翩翩起舞 这就是三寸金帘的 开端 慢慢慢慢 这种裹脚行为 就流行开来了 宋代就完全已经定型 所以宋 元 明 清 这四朝 将近一千年的时间 包括明国 都在裹小脚 小时候 满街都是裹小脚的人 到处都有 等我到年轻的时候 裹小脚的人就比较少见了 今天 还有边远的山区啊 有些地方还能看到 高龄的妇女是裹过脚的 我记得 我上小学的时候 看到一些女的呢 叫解放脚 什么叫解放脚呢 就是裹着半截不裹了 所以那脚呢 半大不小的 有点残疾 有没有那么厉害 这个把脚裹成那么小啊 它是有深层次的需求的 我们今天不去更深的去探讨啊 那么他就是 所有的文人都对这种小脚 进行过赞美 过去的大文人都赞美 那么西方人怎么治理这脚呢 西方人就是发明高跟鞋呀 发明高跟鞋 那个帝王叫路易十四 我说的嘴干舌燥的 路易十四啊 一开始发明高跟鞋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是为了美 他是为了让人穿这鞋啊 走到困难 没那么便利 那么这个宫中的 这个年轻貌美的宫女多呀 然后他就限制她 限制她 就是让她这个喜欢 这个年轻貌美的宫女 都是想花 闲生活单调嘛 总喜欢溜出去 那么路易十四发现这种呢 就生气 生气怎么办呢 就让在鞋上做文章 让你穿高跟鞋 让你整治你 让你走不了 那么你这一穿高跟鞋 这人就变得非常的挺拔 所以高跟鞋这事呢 慢慢慢慢就流行了 宫女也能穿着她跳舞啊 干什么 就变成了一个很自如的事 这点跟小脚一样 你千万不要以为那小脚啊 行动不便 过去 我的亲姨 我的大姨 我妈妈的姐姐的 她的婆婆 那老太太 我小时候看 那老太太坐车啊 永远晕 什么车都不能 公共汽车都不能坐 所以只能走道 那老太那么小一小个 那么小的小脚 走道比我还快呢 都那么高龄了 依然走道非常利索 所以这个事呢 并不是像你想象的 就是穿着高跟鞋 走不快了 跑不快了 你看高跟鞋每年 还有那种高跟鞋 跑步比赛呢吧 对吧 这个摊着小脚 过去呢 摊小脚的人 尽管走道很 都用脚后跟 但是能走得很快 你说三寸金帘 实际上是跟鞋 之间有关联的 没有一个古人的审美 说足的时候 说的是不带鞋的 他是得带着鞋 高跟鞋也是这样 你说你凭空一双脚 他没有鞋 他也跟高跟鞋 也没什么关联 所以这个脚的表达 他跟配着的这个鞋 有直接关系 但手就不需要 我们老说一个词 叫手足之情 这个亲如手足 跟兄弟一样 这个清代文学大家 美学家李渔说过一句话 说选人选足 美多窄窄金莲 观人观手 绝少先先欲止 他就是说得很清楚 说看人先看脚 当然他说的是 对女的说的 可不是看说男人 就选这女的 要先看脚 然后要看手 就是看这两头 那么过去禅足呢 禅得好的足呢 是细小的脚 比较容易找 但是真正你要 想找到好手 就比较难 为什么手是天生的 他没法去修理它 所以这手呢 就有人说是 人的第二章 这个手伸出来 马上就知道 这个人的地位 你比如过去 为什么要看手相 那看手相的人 怎么能知道 你的前世今生啊 就是根据你这双手 就知道你处在 社会中一个什么地位 手相我也会看 赶紧有机会 跟你讲讲看相 看相算命 怎么来的 诗经中呢 这个他描写美人 是什么手一定 搁在第一位 对不对 手如柔衣 腐如凝脂 你这个手柔软嘛 对吧 这个皮肤 凝脂啊 凝脂 因为我们今天 很少熬猪油 凝脂就是凉了的猪油嘛 就是你看他从这 手完了以后 说皮肤 说完皮肤呢 说牙齿 他说的这个 就是按照顺序来嘛 最后说 巧笑倩息 美目叛息 说的是一种 灵动的状态 诗歌最好的 就是这种状态 就是先描写客观的 再描写主观的感受 我们过去古人啊 突破这个 过去古人为了 突出这个手的美 那么他就发明了 这种手上的佩戴物 戒指 戒指最初叫纸约 就是在这个 纸头上有约是约束嘛 约束它就是 有一个环卡着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 就有了呢 这个据说啊 在大门口龙山文化的 墓葬中就已经出土了 这个戒指呢 至少汉代以后 就非常的流行了 只不过名称很多 纸约 还有叫什么 我现在都记不住了 我们因为现在 就叫戒指 那这个戒呢 肯定是生活中的 这个戒律 戒指戴在哪 是有讲究的 但是这个戒戒指的今天的讲究 大部分是西方传来的 但是拙和壁串 壁串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先看看 先看看 我给你拿一个东西 你们看看 先看看这个 这个拙 拙呢 这个很小的拙 是一个小女孩的 应该是 纯金的 古代的纯金 跟今天比较起来 它没那么纯 今天一说就是24K 这个我估计 百分之九十几吧 很重 这个很重 这是双龙头 双龙头 早期的经常是单面的 这是双面对着的 这种呢 这是大约是明代晚期的 或者是清代初年的 有个四百年左右 这是一对金镯 那么镯子为什么要戴在这个部位上呢 你戴在这个部位上 因为它有一个灵动 你知道人对动患的东西 非常容易注意 所以它很吸引你注意它的手 对不对 今天要什么呢 今天都是手表 手表 你看它这个龙头 这个龙头 你从正面看的时候 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 这个龙头还是 空无有力的 侧面呢 能看到它的双龙这种 对着的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呢 就是很奇妙 我不敢掰它 这东西因为老了 这个按理说黄金都是比较柔软的 但是我怕万一掰伤了就不好 我怕你很熟 了 我怕你这种感觉 无意味着 我怕你 你怕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